好 下面我们看票据法的分则部分 就是三大票据的具体规则 这里面要给大家讲的包括了汇票 本票和支票的相关规则 好 我们首先看汇票 汇票的第一个问题 汇票的概念和类型 所谓汇票指的是出票人签发的 委托付款人在建票的时候 或者是指定的到期日 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因此我们把汇票简称为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因为它是出票人签发的 委托付款人要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给持票人 而汇票呢 我们根据它的到期日不同 又分成了即期的汇票和远期的汇票 所以汇票可以是见票即付的 让这个付款在建票的时候就支付票面金额给持票人 也可能是远期的汇票 就是在指定的到期日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票面的金额 好 下面我们看汇票的基本类型 我们根据出票人不同 把汇票分成了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其中银行汇票顾名思义出票人就是银行 而商业汇票呢顾名思义出票人就是商业主体 好 然后商业汇票又进一步根据 成对人或者说付款不同 把它分成了银行成对汇票和商业成对汇票 那么其中银行成对汇票说明这张汇票 它的成对人或者说付款是银行 而商业成对汇票说明这张汇票 它的出票和它的成对人都是商业主体 好 下面给大家找了几张汇票的票样 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汇票 大家看这是一张非常典型的银行汇票 是建设银行的银行汇票 我们说了银行汇票出票人就是银行 所以这上面虽然比较小 但是呢应该能够清楚的看到 就是出票行是建行的广州某分行 我们在前面最开始讲支付结算方式 就给大家讲过 这个银行汇票它是非常典型的异地结算方式 所以大家看 在这上面有看到相关的当事 申请是广州的某公司 然后收款是深圳的某公司 大概可以推断 一般来讲就是广州的一个公司 向深圳的这个公司购买货物 需要支付货款 于是呢让建行签发了这样一张银行汇票 大家看 广州这个公司如果不通过票据的方式 带着钱觉得非常的不安全 是吧 好于是把钱就存在建行广州某分行 要求银行给他开出一张银行汇票 所以申请人是广州的某公司 然后他带着这张银行汇票就到了深圳 找到深圳的该公司购买货物 于是银行汇票就发挥作用了 好我们看 这个银行汇票它有个特点 上面有一个代理付款行 一般来讲就是银行汇票的出票人 他是委托自己银行的异地分支机构 或者说如果他在当地没有分支机构的话 那就委托其他有合作关系的银行 作为代理付款行来付款 所以我们说汇票它是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好再有大家看 银行汇票是见票集付的 所以这个地方写得非常的清楚 付款期限就是一个月 自出票日期一个月 而这个出票日期呢 也是记载的非常清楚的 而这个银行汇票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一张银行汇票上面 出票金额跟实际结算金额是不一致的 一般来讲 出票金额是大于等于实际结算金额的 为什么呢 想想 就是广州这个公司 在让银行签发这张银行汇票的时候 极有可能到底支付多少钱还不确定 于是呢 大概的在出票的时候 就让银行出票36.7万 这上面记载的出票金额是36.7万 但有可能最后货买完了 发现用不了那么多钱 只用了36万 于是实际结算金额就是36万 好 剩下大家看 还有7000块钱 有同学肯定会问 那怎么办 这个钱当然是应该退还给申请人 就是广州的这个公司 所以这就是银行汇票 大家看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出票金额跟实际结算金额 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这个出票金额只需要大于等于实际结算金额 就可以了 好 这是银行汇票 好 下面我们看 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 我们说有两种 一种是银行成对汇票 一种是商业成对汇票 那么首先银行成对汇票 大家看 这是一张典型的银行成对汇票 银行成对汇票 它的特点就是 出票人是商业主体 但是这个付款人或者说成对是银行 比如这张票上面 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 出票人是伯州的瑞杰公司 然后收款人呢 在这 是蒙城的永发公司 好 关键是我们说 它的付款或者说成对 这个地方写的很清楚 就是付款行 行号是多少 它的地址在哪里 然后这个付款的银行 是博州要都农商行 好 在这个地方 大家没有看到 有这么一行字 我们说汇票 它是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这行字比较模糊 写的是什么呢 就是 本汇票请你行成对 到期无条件付款 所以银行成对汇票 作为一种汇票 它也是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是出票人 委托这个付款的银行 到期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 给持票人 这样一种汇票 好 这张汇票 大家看还是非常典型的远期汇票 因为这上面出票日期写的很清楚 是2015年的8月25号 而这张汇票的到期日 也记载的很清楚 是2016年的2月6号 说明从出票到付款 中间还有一段时间 这是典型的远期的商业汇票 好 这是商业汇票的一种 叫做银行成对汇票 是出票人作为商业主体 委托银行在到期的时候 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 给持票人这样的汇票 好 下面我们看 另一种商业汇票 就是商业成对汇票 这个商业成对汇票 它跟我们刚才讲到 银行成对汇票 有什么相同点 首先 它们都是商业汇票 所以它们的出票人 都是商业主体 但同时它俩有区别 区别就在于 银行成对汇票 这张汇票的成对或者说付款是银行 而商业成对汇票 这张汇票的成对或者说付款是商业主体 比如说在这张票上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出票人在这签章了 是文昌中南房地产公司 作为出票人 好 然后收款是谁呢 在这儿 是广东的DG公司 关键是付款人是谁 大家看 在这张票上面写得很清楚 付款人全称在这里 是文昌中南房地产公司 也就是他自己既作为出票人 同时又作为这张商业成对汇票的付款或者说成对人 因为他在记载自己为付款人的时候 还没有成对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付款人 而一旦签了成对章之后 我们把它叫做成对人 同时呢 也是付款 好 我们看 在这张票上面 这个地方也是写得很清楚 我们说汇票 它就是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所以在这一栏上 大家看啊 已经直接印行的 就是本汇票请你予以成对 到期无条件付款 所以在这儿 大家看 成对人来签章的时候 里面就有这么一行字 就是本汇票已经成对 到期无条件付款 好 这就是商业成对汇票 而这张商业成对汇票 同样也是一张远期的商业汇票 因为出票日期写得很清楚 是2016年的6月14号 而到期日呢 也记载的很清楚 就是这个地方 2016年的12月14号 所以从出票到付款中间 还有一段时间 而这个到期日的记载 是采用的定日付款的方式 它是一种远期的商业汇票 好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汇票 大家看 有银行汇票 有商业汇票 所以我们把汇票叫做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好 下面我们看 根据票据的到期日不同 我们可以把汇票也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集期汇票 一种叫做远期汇票 所谓集期汇票 指的就是建票 集付的汇票 典型的 比如说银行汇票 刚才给大家看到 建行的那张银行汇票的票样 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这张票据的左上角 直接印了 付款期限就是出票日期 一个月 这意味着作为持票人 必须自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 要找到代理付款行 要求付款 而在一个月内 拿这张票 随时找代理付款行 它就应当直接付款给持票人 所以叫做建票集付的 当然我们在后面会讲 如果说商业汇票 没有记载到期日的话 那么它也是视为建票集付的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种远期汇票 这个远期汇票 它的到期日记载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定日付款 典型的 直接在到期日这个地方 记载到期日为 比如2023年9月1日 比如A公司出票给B公司 如果出票日期 写得很清楚 2023年的3月1号 而到期日也写得很清楚 2023年的9月1日 那这是非常典型的 叫定日付款的远期商业汇票 比如前面大家看到 那两张商业汇票 都是典型的定日付款的 到期日记载的非常的清楚 好 再看 第二种记载的方式 是出票后定期付款 比如到期日记载为 出票后三个月内付款 比如A公司出票给B公司 因为出票日期是确定的 2023年的3月1号 所以到期日如果写的是 出票后三个月内付款 那可以想见 这张票 它最长的付款期限 截止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2023年的6月1号 因为是出票后三个月 好 这两种情形 都是在出票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明确 这张票到期日到底是哪天 但是第三种记载的方式 就不一样了 叫建票后定期付款 而所谓建票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作为持票人 要提示付款成对 所以如果说记载为 比如建票或成对后两个月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我们首先得知道 作为持票人 你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 要去提示付款成对 对不对 所以票据法就明确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持票人 必须自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 要去提示付款成对这张票据 好 只有提示成对之后 也就是提示建票之后 我们才知道这张票据 它的到期日到底是哪天 举个例子 比如说 A公司出票给B公司 如果出票日 是2023年的3月1号 到期日记载为 建票后两个月付款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什么时候建票 对不对 根据我们刚才所讲 必须作为持票人的B公司 要在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 也就是2023年的4月1号之前 要去提示付款成对 比如 如果这是一张 银行成对汇票 上面记载的付款 写的是贾银行 那B公司 假如说 他在2023年的3月25号这一天 去提示贾银行成对 那么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因为出票日期 一个月内 一定要提示成对嘛 好 B公司 做了这件事 而贾银行 在当天就成对了 这张汇票 好 从这天开始 我们才能够确定 这张汇票 它的到期日 就是建票后两个月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加上两个月 截止到5月25号为止 这就是远期汇票 有三种到期日的记载方式 定日付款的 出票后定期付款的 这两种都是在出票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的知道 到期日是哪天 但是第三种 建票后定期付款的 比如记载为建票 或者说成对后两个月 那我们就必须要先确定 建票是哪天 对不对 想这样的 作为持票人 需自出票日期一个月内 要去提示成对 好 这是根据到期日不同 把它分成了 集期汇票和远期汇票 好 先把我们看 汇票的第二个问题 汇票的出票 首先票据上的记载事项 我们讲汇票的出票 首先要知道 票据上都有哪些记载事项 因为记载事项的类型不同 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票据上的记载事项 就包括 一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所谓绝对必要 看这样的称谓 大家就应该很清楚 这种记载事项的欠缺 直接导致票据无效 所以在后面我们会讲 三大票据都有它的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其中汇票有七项 而本票跟支票各有六项 好再看 第二种 叫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所谓相对必要 就是可以记载 可以不记载 如果不记载 也不会导致票据无效 而是直接按照票据法的规定来处理 所以在三大票据上 也都有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好再看 任意记载事项 所谓任意记载事项 就是可以记可以不记 但是如果记载 就会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比如说出票人 在票据的正面 如果记载了不得转让 那这张票据 就是不可以在背书转让的 如果收款在背书转让 是不发生效力的 好再看 第四种 不发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 就是这个事项 即便是你记在票据上 也不会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比较典型的 比如签发票据的原因 或者是用途 比如张三 给他的老母亲开出了一张支票 上面写得很清楚 祝妈妈生日快乐 说明这张支票呢 是为了给他的母亲送生日的礼金 对吧 这就是签发票据的原因 或者是用途 即便是写在这张票上 也不会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也就是说 他妈妈拿这张支票 到银行去拿钱的时候 银行的工作人员 给他钱的同时 需不需要再跟他妈妈说一下 祝您生日快乐 当然我们说出于礼貌 出于尊老爱幼 讲一下 感到特别温暖 没问题 但是不说 没有任何问题 为啥呢 因为这样的记载 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率 好再看 记载本身无效的事项 也就是说 如果做这样的记载 本身不发生任何效率 也不会产生任何票据法上的效率 比如说出票人记载 不承担保证付款的责任 该事项就不发生任何效率 为啥 我们在后面 讲出票的法律后果 大家会看到 一旦出票人出票 他就要承担 担保这个持票人 能够获得付款 以及享有其他票据权利的相关责任 所以如果说 我不承担任何保证付款的责任 这样的说法是没有用的 记载本身就无效 好再看 最后 是记载导致票据无效的事项 也就是这样的内容 你不能记 一旦记的话 直接使得这张票据都无效了 典型的 比如付条件支付的委托 我们刚才讲 汇票 它是典型的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所以大家看到 在前面的那些票样上面 都写的很清楚 就是本汇票 请你行 或者是请你成队 到期无条件付款 对不对 这叫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而如果说 出票人记载的是 本票据 收款人交货 付款人财付款 这就是有条件支付 那付条件支付的委托 它就违背了票据法 对汇票性质的界定 所以这样的记载 就会使得票据无效 好 这是票据上的记载事项 大家注意理解 好 下边我们看 汇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我们刚才讲 三大票据 都有它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欠缺 直接导致这张票据就无效了 所以在客观体当中 大家一定要能够选得出来 好 汇票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一共有七项 第一 表明汇票的字样 比如 我们以这张银行成队汇票为例 表明汇票的字样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 这是一张银行成队汇票 所以汇票两个字是很清楚的 然后第二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这是汇票它的基本特征 汇票我们就简称为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所以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写的很清楚 就是 本汇票请你行成队 到期无条件付款 所以叫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再看第三 确定的金额 这张汇票 金额是多少 写得很清楚 这上面 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字 都记载的很清楚 所以有确定的金额 再看第四 付款名称 也要写得很清楚 那么这上面 这是一张银行成队汇票 所以这个付款肯定是银行 那付款行是博州的某银行 好 再看第五 是收款名称 也是绝对必要记载实项 好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 收款人是谁 就是蒙成永发某公司 好 再看第六 是出票日期 这也是绝对必要记载实项 所以这写得很清楚 出票日期 是某年某月某日 是2015年的8月25号 好 然后出票人签章 也就是出票人签章 它是一个绝对必要记载实项 在这出票人要签章 出票人是博州的瑞杰公司 所以它的签章是公司的财务专用帐 然后再加上自己法定代表人的名帐 好 这就是汇票的绝对必要记载实项 一共有七项 表明汇票的字样 然后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确定的金额 付款名称 收款名称 出票日期 以及出票人签章 好 其中回顾一下我们讲了 就是今日收成 确定的金额 日出票日期 然后收款名称 这三项是不能够更改的 一旦更改 导致这张汇票直接无效 好 这是绝对必要记载实项 下面我们看 相对必要记载实项 这个相对必要记载实项 我们说了 可以记可以不记 如果说不记的话 不会导致这张汇票无效 而是直接按照票据法的规则来处理 好 汇票的相对必要记载实项 一共有三项 第一 付款日期 如果付款日期没有记载的话 记住它的后果 直接视为建票 寄付 第二 付款地 如果没有记载付款地的 应当以付款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经常居住地 作为付款地 好 再有第三 出票地 如果出票地没有记载的 那就是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或经常居住地 作为出票地 这是汇票的相对必要记载实项 再看 任意记载实项 我们说了 这个任意记载实项 可以记载 可以不记载 但如果记载 就会产生票据法上的效率 典型的 比如说出票人 在票据的正面 如果记载 不得转让 其后果如何 收款人 就不得转让 该汇票 如果收款人 被输转让的 持票人 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 这点 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 纸质汇票 出票人记载 不得转让 跟被书人 记载 不得转让 它的后果 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任意记载实项 下面 不发生票据法上 效率的实项 也行的 比如说 签发票据的原因 或者是用途 比如为什么签发票据 因为 跟B公司之间 有合同关系 以及 该票据向下 交易的合同号码 以及出票人 关于利息 违约金 等等 记载 这样的记载 是不发生票据法上 效率的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16年 这样一个多选题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各项中 属于会票上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有 会票 七大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A 出票日期 这是正确的 不仅是绝对必要 而且是不得更改的 B 付款日期 这是错误的 我们说了 付款日期 如果没有记载的话 那就视为 见票即付 再看C 收款名称 这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就是 这张票 我们把金额 付给谁 而且收款名称 我们说了 也是不得更改的 D 会票金额 确定的金额 也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而且是不能更改的 因此 这个题 正确答案 应该选 A C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这样一个例题 单选题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 某公司签发汇票时出现的下类情形中 导致该汇票无效的事 注意 导致汇票无效 A 汇票上没有记载付款日期 这是一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好 其后果 直接是为建票给付 B 汇票上金额记载为不超过50万 这就不可以 直接导致汇票无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求 汇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有一项叫确定的金额 不超过50万 到底是多少 一块钱也是 50万也是 所以呢 这就不是一个确定的金额 那这样的记载导致汇票无效 C 汇票上记载了该票据向下交易的格同号码 这个记载不会导致汇票无效 只是本身不发生票据发生的效率 一 签章时加盖了本公司公章 公司负责任仅签名而没有盖章 好 大家看 这种情况下 这张汇票有没有效 有效 因为我们说了 作为公司在票据上签章的 可以是大公章 或者是财务专用章 然后再加上法令代表人或者授权带连的名章 而作为自案人在上面签章的签名可以 盖章也可以 签名加盖章也可以 所以它也不会导致汇票无效 因此导致汇票无效的那就是B选项 好 下面我们看 汇票出票的第二个问题 汇票出票的法律效率 也就是一旦出票人签发票据交付给持票人 将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比如A公司签发了一张银行成对汇票给B公司 上面写的很清楚 假银行作为付款人 也就是将来的成对人 好 A公司一旦出票将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我们来看 首先 对出票人而言 就是签发这张票据的人而言 出票人成为票据的债务人 他就要承担担保这张票据获得成对 和担保这张票据获得付款的责任 也就是A公司签发这张票据给B公司 上面不是记载了 付款是假银行 那就意味着 A公司就要担保 将来无论是谁持有这张票 比如B持业友好 他转让给C也好 他们找到这个假 是能够获得成对的 到期了 找到假 是能够获得付款的 好 如果说他们拿不到钱 那回头就有权利 找A这个出票人追索 这就是对出票人而言 出票人成为了票据的债务人 他要承担 担保这张票据 获得成对 和获得付款的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 对付款人而言 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此时 仅仅在出票的环节 上面记载了付款人 所以 付款人就成为票据上的关系人 此时 因为他还没有在票据上签章 所以 他并不是票据的义务人 只有在这个付款人 成对了以后 也就是在成对人内篮 签章了以后 他才会成为 这张汇票的主债务人 比如说A公司出票给B公司 如果这张票上面 只是写了一个付款人 假银行 写得很清楚 但是 假银行在成对人这篮 还没有签章 好 此时 假银行只是作为 该汇票的关系人 也就是说将来 比如这张票到了C的手上 好 C去找假银行成对 假如说 此时假银行倒闭了 没有成对 那么这个事 可能跟假银行都没关系了 是不是 好 回头 他就可以去找到A和B进行追索 只有在什么时候 就是假银行 作为成对人 已经在成对人这篮 签章了 比如前面 大家所看到的 那个银行成对汇票 好 假银行 已经签了成对章的情况下 因为所谓成对 就是承诺兑付 承诺 自己将来 在见到这张票的时候 要兑付票免金额 给持票人 一旦成对之后 他就会成为 这张汇票的主债务人 到期了 比如C 持有这张票 就可以自到期日起 十日内 找到假 要求付款 而且我们在前面 还跟大家讲过 即便是没有按期提示付款 作为持票人 对出票人和成对人的票据权利 是到期日起两年 所以两年之内 找到这个假 因为他已经成对了 照样是要承担付款责任的 所以这就是对付款人而言 大家一定要理解 假如付款人 还没有签成对章的时候 没有承诺对付的时候 此时他只是票据上的关系人 并不是债务人 只有当他成对之后 才会成为票据的主债务人 好 下面我们看 对收款人而言 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A公司出票给B公司 B公司就是票据正面所记载的收款人 好 出票就会导致 收款人取得票据权利 包括付款请求权追索权 以及以背书等方式 处分起票据权利的权利 也就是说A公司出票给了B公司 那么B公司就获得了这张票据 将来能够获得付款的付款请求权 如果不能获得付款 那么就对A享有了追索权 好 以及他可以背书处分这张票据 所以这是出票的效率